另外被受地方关注的玉立镇长选战 有转换跑道的副议长潘岳霞 一级卷土重来的前任镇长龚文俊 上午进行号次抽签 登记一号的龚文俊抽到了一号签王 他强调将会接续完成镇镇工作 紧接着是抽到二号的潘岳霞 也立刻高喊胜利成功的口号 两枪鼎力激烈的选战不言而语 上午十点不到各个候选阵营人马 早已聚集在议文活动中心前 大家彼此加油打气 而其中玉立镇长选举 由转换跑道的现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与卷土重来的前任镇长龚文俊 两强鼎力的选战备受关注 登记一号的镇长参选人龚文俊抽中一号 现场响起如雷掌声 他表示都已经准备就绪来延续 各项未完案的正正工作业务 这一次的选战也将全力以赴 这一次的选举 我想带着乡亲满满的期待 文俊会全力以赴 当选之后 所要的工作 就是先稳定我们公所的工作团队的人心 之后对于公所过去未完案 所有的工程 工程界所执行过的这些工程 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案没有办法清款 我们也会尽力专人专责来 让他执行完毕 当然因为能够执行完毕之后 才能够获得我们所谓上级托付的这些资源的这些给仪 那未来对于毕丽的发展才会有更大的帮助 文俊会全力以赴 结许抽出二号的镇长参选人潘月侠 举着标语高喊胜利成功 要让玉里镇越来越好 抽好号码以后就正式的一个选举的一个起跑 那月侠要营造的就是我们玉里镇要大团结 那就是要正通人和人和正通 这个是我主力的一个要求跟诉求 那希望整个的选举过程都能够很平和 大家能够认同我们乡亲的一个做最后的决定跟决策 希望我们玉里镇能够共好越来越好 为花东重骨中断 经济产业重振的玉里镇也是花莲南区第一大镇 镇长选举也备受关注 这次龚文俊与潘岳霞两强对决 双方各有三投实力相当 好次抽签结束也是两强正式上台对决的开始 最后路死谁手 大家拭目以待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